有着浓眉大眼的阿拉伯人 和头发肤色较为白皙的以色列人 在中东地区有着超过一个世纪的以阿冲突 关系相当紧张 不过最近有一个团体 以古典音乐作为桥梁 结合了两方敌对族裔的音乐家 出乎意外地打破种族隔阂 有美的四重奏 大中小提琴间的紧密衔接与配合 和谐地谱出悠扬的旋律 但是仔细一看 这四名年轻的乐团成员中 有浓眉大眼的阿拉伯人 也有头发及肤色较为白皙的以色列人 这样的组合在欧美西方国家也许很平常 但在和中东冲突不断的以色列国家中 却是难得见到的景象 当我们开始认识我们 他们没有认识我们 他们没有相信我们 这个位于以色列的多音基金会 成立于2011年 提供平等的音乐教育 不仅打破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无法和平共处的迷思 也让多年处于冲突的两方 在音乐中找到和谐 美好的古典乐 不仅打破语言的繁离 更化解族裔间的仇恨 让世界看见 除了战争敌对之外 以押民族间关心的另一种可能